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一个小侯爵 没有多大的能量 但柳朴则完全不同 柳朴是文帝朝窦皇后的女儿 自窦皇后因病失明被冷落后 每天陪伴在她身边虚寒温暖的 就是长女柳朴 等到窦皇后升级为太后 被柳朴的宠爱纵容编在情理之中了 陈阿娇的母亲刘朴在宫中的势力很大同时 作为景帝的亲姐姐 刘朴在弟弟登基后 经常帮她物色 尽现美女 让景帝也对她十分亲近 纵容 正由于得到窦太后和景帝双重关照 使得刘朴在宫廷生活中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大人物 刘朴心机四海 利用自由出入宫围的机会 为自己和陈家积极谋求权利和富贵 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而她的每一次出手 往往都决定着太多人的生死荣辱 甚至是储君的废礼 景帝因为宝皇后长期无子 为立处考虑 便册封树长子刘朴为皇太子 刘朴为攀杰刘朴 便以亲上加亲的理由向景帝提议 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 这本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但不料却被太子的生母立即阻拦 汉景帝在刘朴的蛊惑下 改立刘朴为太子立即入宫比较早 起初很受景帝重庆 但随着刘朴不断地进现美女给景帝 立即渐渐地变失处 因此内心深处极度怨恨刘朴 如今听到刘朴的提亲建议 二话没说就寓意拒绝 丝毫没有给大姑子留下颜面 立即的行为让刘朴很愤怒 此时交通王刘彻的母亲王夫人 趁机送后礼给刘朴请求结亲 背后者应允刘朴将女儿嫁给刘朴后 便与王夫人一起采取公事 不断地在景帝面前 诬陷立即和太子 最终成功地说服景帝废处刘荣 改立刘朴为太子 刘荣被废后不久 立即抑郁而死 陈阿娇是汉武帝的首任皇后 在汉武故事中 曾记载过一段译文 称刘朴在把女儿嫁给刘彻前 曾把她抱在膝盖上问 你想娶媳妇吗 然后指着左右宫女 向她询问哪个最适合 但刘彻都说不好 随后刘朴指着自己的女儿问她 娶阿娇好不好 刘彻笑着说 如果能娶到阿娇做妻子 应该修建一座金屋让她住 刘朴亲后的大喜过望 便福苦哀求景帝 最终促成这门亲事 成与金屋藏娇的典故 即来源于此 十年后前一百四十年 景帝驾崩 五帝刘彻登基 太子妃陈氏被策立为皇后 姑母兼岳母的刘朴的地位 和权势更胜 刘朴仗着自己立太子有功 常常向汉五帝讨要封赏 而陈皇后也趁机交坑放纵 专上工尾 不允许其他嫔妃与陆君瞻 可陈皇后的肚皮实在不争气 尽管独享宠爱却始终没有声誉 渐渐的让五帝对她失去兴趣 转而宠幸魏子夫 魏子夫取代陈阿娇 最受五帝宠幸魏子夫 虽然是歌女出身 但性行温顺 不交不度 跟陈皇后性格完全相反 更重要的一点 是她的肚皮很争气 一共给五帝生下三女一子 让九无子女的五帝欢喜得不得了 由此更加宠幸魏子夫 随着魏子夫的尊宠日甚一日 被冷落的陈皇后逐渐情绪失控 在与母亲联手谋害魏清魏子夫之地魏国的情况下 竟然在后宫招一女巫 用五股携手诅咒魏子夫 并希望能重新得到宠幸 在这帮女巫当中 储服最受陈皇后的信赖 储服吹嘘通过自己的法术 能够让五帝回心转意 说服皇后日夜祭祀 并炼至丹药服用 不仅如此 为未见皇后的空归寂寞的仇思 储服竟穿着男子的衣冠 与皇后一同饮食寝聚 俨然如同夫妻 给汉武帝戴上一顶大大的 另类的绿帽子 陈拉娇被冷落后 做出宁多荒唐式皇后宠御衰 骄渡子圣 女巫处服 自言有数能力上一回 昼夜祭祀 和药服之 巫主男子衣冠珍待 素与皇后寝聚 相爱若夫妇 见汉武故事 前一百三十年 陈皇后使用邪术骇人 邀宠的事情被察觉 武帝下令御史大夫张欧彻查此事 而实际执行者则是御史张汤 张汤穷就不舍 终于将陈皇后与女巫处服 施用巫术 淫乱后宫之事 全部揭发出来 武帝大怒 下诏将处服在闹市 斩首示众 诸杀与此案有牵连着三百余人 并废除陈皇后 将黑幽禁在掌门宫中 武帝将陈皇后打入冷宫 使后者抑郁 而终随着陈皇后的垮台 陈家在宫廷中的势力被扫荡一空 陈皇后被废的四年前一百二十九年 其父陈武幽聚而组 十三年后刘嫖也过世 再过数年 废后陈氏在掌门宫中也抑郁而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